在這個薪水不高而且物價飛漲的時代 買房子幾乎都成了夢想了 而不買房其實也可以過生活 不用被龐大的房貸喘得壓不過氣 先討論要不要買房子之前先來釐清為什麼要買房子 買房子可能會有幾個需求 第一個投資 可以出租出去讓別人來幫我們繳房貸 大約20年到30年過後這間房子就還是我們的 甚至在之後如果房價上漲 就可以脫手轉賣出去賣到一個很好的價錢 利用這些錢可以換屬於自己需求的房子 或是可以利用這些錢去養老 第二個自己需要住 這就是剛性需求了 不管算是租房子還是買房子 都需要有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 像是結婚成家的時候有房子 對方家長也會比較安心 自己也會比較安心 第三個就是剛剛有提到的家庭需要 其實這就像是說買車子雖然說一定怎麼想都是負債 但是因為買車子家庭關係會變好 親子關係也會變好 放假的時候也可以出去一起玩 下雨天也可以上下班接手 這不是很好嗎 所以這算是一種感覺上的事情吧 不買房子大概就分為這三個原因 那不買房的原因呢 也是可以分為第一點 房價太貴 以現在居住的北部地區來說 房價動盪到一千萬左右 如果說買離公司較遠的地方 通勤時間以及通勤費用 長期下來對生活品質也是一個負擔 而且就算支付了頭期款 每個月沒有一個十來萬 面對家庭的開銷以及房貸 根本就是拖累自己的生活品質 當繳完房貸二十年過去 自己說不定也沒有那個體力 跟身體可以到處融山玩水了 第二點 租房的自由度高 租房子只要租約到期 想要換到哪裡的房子都可以 或是說突然被公司外派到其他縣市 國家都是可以很迅速的做安排 雖然說在買房子眼裡當中 彈性高相當於危險性高 可能遇到壞房東隨時調漲租金或是強制要你搬走 但是只要合約完整具有法律效力 其實這都相對安全的 第三點 不買房可以省下很多錢 在這個薪水不高而且物價飛漲的時代 買房子幾乎都成了夢想 而不買房其實也可以過生活 不用被龐大的房貸傳得壓不過氣 可以省下房貸好幾萬元 當作退休金或是另外做投資 也是可以好好的過自己的生活 那我們來假設一下 假如今天小明30歲月薪40K的話 已經存到200萬的投機款想要買1000萬的房子 一些其他費用以及代數費用先不要算好了 房貸利率約1.7% 繳納期限為20年 那每個月本金加上利息大約要繳納39000元 假如扣交市場開車2萬元好了 每個月也等於說是負19000元 所以說以個人來說是比較難買房子 不過夫妻一起分擔的話那又不一樣囉 兩個人的月薪都在40K條件跟前面一樣 雙方的日常開銷也是在2萬元 那麼每個月的盈餘也就是1000元 你們覺得非常的慈禁 如果想要再寬裕一點 可以選擇30年的房貸計畫 大概每個月繳納28000元 那一樣以前面的來說 就是每個月的盈餘會有12000元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前提還要有雙薪家庭一起附當房貸 而且在20年或30年之內 工作上不能有任何差錯 我想這應該就是現在人普遍都不想買房的想法吧 用投資理財的想法來看 1000萬的房子或許可以利用合法的方式 分成4間到6間的小套房貸完出租 一間估算8000元好了 32000元減到28000元 每個月還有4000塊以上的現金流 其實挺不錯的 況且30年之後還賺到自己的一間房子 況且在租約到期或是換房客的空窗期 以及裝潢費用和房客的數值 都是需要評估進去的 那再換個想法來看看 如果把投期款200萬當作是投資 投資在股市或是ETF基歐股上面 以5%的投資報酬率來看的話 大約20年過二的收益可以來到200萬 還沒有計算富利亞就已經可以翻倍了 不過再加上富利亞一定非常可觀 不過這方法的前提是你投資的ETF或是基歐股的股票 是會穩定配息的 而且沒有清算或是公司倒閉 所以結論來說 買不買房真的要看個人的狀況 有人就真的有需求 認為說買房會比較有安全感 那他傾家那邊也會可能比較容易點頭 那就買吧 那如果你想要有自由啊 隨時想去任何一個國家不受任何的約束 那你可以選擇租房子 比較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 掃描庫拉扣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瘋傳媒小鈴鐺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 哈哈哈 咳咳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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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